今天依然沒有確診的個案 但是有外縣市確診的足跡要向大家報告 案號23258號 居住在桃園20多歲的女性 是羅東國中的兼任舞蹈老師 每個星期都會到羅東國中來教課 她昨天出現喉嚨痛等症狀 下課回桃園的路上 接到住教確診的消息 因此她自行購買居家快篩的試劑 結果為陽性 進一步做PCR的篩檢 不幸確診 CT值為13.1 因此即日期羅東國中預防性停課10天 除了羅東國中之外 武道老師曾在3月29號下午 繞心與比喻的想像空間受課 例子是宜蘭市宜中路86號為考量學生的安檢 羅東國中以及席母比喻想空間 教職員的教學生全面做篩檢 總共有1750人 PCR的結果原則上明天都可以全部的出爐 但要先跟大家報告 不幸中的大幸 武道老師教的三個班級學生 PCR的結果全部都是陰性 感謝博愛院 聖母院 陽明交通大學的附設醫院協助篩檢 另外呢 還有一位尚未有暗號的武道老師 為了慎重起見 先公佈足跡3月22號下午1點15分到1點20分 莫豐糖果工坊 圓山鄉閒德路二段188號 那3月22號24號下午5點到晚上8點 武元堂主體養生宜蘭親子館宇蘭市 女中路三段187號 至於他們相關的關係呢 我在這兒可能要稍微再說明一下 這個舞蹈老師跟另外一個還沒有列暗號的老師呢 以及一位助教都是在桃園 有開設一個舞蹈訓練班 平常都有在一起上班的 那麼上個禮拜五呢 有一位助教 目前列暗是23275的 有一些感冒的症狀 那症狀持續 他們也持續在教學 那到昨天呢23258號呢 有出現症狀 那他當天 他是每天開車從 每次要來上課是 桃園跟宜蘭自己開車來回 在回程路上呢知道這個 助教呢確診 那被列為23275號 那他們也很緊張 就趕快去自己買居家快篩棒 同時另外一個老師呢 就說還未列暗號 也去買居家快篩棒 結果都是陽性 所以呢 也很感謝教育處立即通報我們 我們也請他們趕快 因為他們回到桃園 到桃園去做篩檢 結果一個是昨天晚上 一個是今天早上確診 所以這些案例呢 所以說我們立刻開始行動 那目前為止呢 居家隔離的人數呢 我們目前匡列68位 其中呢 國中有40位 比較輕 就是他老師直接指導的學生40位 會匡為居家隔離 那麼舞蹈教室呢 有28位 因為他上課也不是天天上課 那這段感染期有來的 我們把匡列為居家隔離 那麼自主健康管理的 有44位 主要是在這個 意向空間這邊的 那我們全部會匡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自我健康監測呢 是其他 國中裡面其他的 學生如果都是陰性的話 我們還是會匡列為自主健康監測 目前也都還在採檢之中